VOA是每天都有VOA连线时间 为您接通美国之音中文部在各地采访的记者 为您掌握及时新闻现场的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第一位连线的记者是VOA是驻香港的特派员李宝 李宝你好 佑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谢谢李宝 那么我们知道目前香港最热门的新闻 就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国情手册 并且向中小学派发作为他们教学的参考 想先起里面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本国情手册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李宝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好吗 这样的话大家也许会关注一下 为什么这个手册这么受人关注 因为那是梁振英刚刚上台 没有几天以后出台的一个这样一个手册 而且人们一直在担心 这个国民教育到底教育是什么内容 所以这个内容一出来以后 大家非常就证实了大家以前的一些忧虑 那么具体的内容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它总共也就30多页 不是一个非常厚的一本书 是一个给这个老师拿来作为辅助的教材 但是从这个教材里面大家看到 这个教材有多么的不平衡 就是多么的偏颇 那么它30多页里面有20多页是讲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策是多么的好 就是这个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说它是一个以民为本的这样一个理想型的机制 然后大赞中国政府里面的这些用人为贤 比如说官员要通过重重的考试 然后才能够做官 然后如果官员要升迁的话 还必须要看政绩 所以他们就是从这个教材来讲 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制度 而且官员他说来自这个世界不是世界 就是社会各个阶层 所以使得政府更容易了解民情 所以就把这个现在的机制就说得非常的好 然后说这是一个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 我想可能这句话使得很多的香港人非常不满意 然后说是中国正在进行一个特色的民主制度 什么样的制度呢 就是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还有呢依法治国 他说这三个在一起 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呢 按照这个教材的说法呢 比美国还好 因为他在描述美国的时候是说什么呢 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政党争斗 影响民生 他说拉美国家呢 一些拉美国家采用美国的模式 华盛顿模式 去做他们的这个政治啊 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事情 结果呢 他下的结论是 政治无序 经济落后 民生困苦 所以就是他就把这个中国大陆实行的政策 跟美国实行的政策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显然就是给人一种印象 就是中国大陆政策比美国政策好很多 而且呢特别讲到外交政策 他说呢 中国的牧林政策呢 是一个尊重他国 然后呢跟美国呢 实行了这个近十年的单边这个制度呢 非常非常不同的 所以呢他说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呢 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 那么所以这个香港人一听到这些话呢 就显然就觉得这个 显然就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不公正 而且不全面 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讲 比方说他讲到汶川地震的时候呢 不讲豆腐渣工程 也不讲这个重建过程中 有很多的这个贪腐现象 讲的是什么呢 全国各地怎么样动员起来 全部把这个力量集中在一起 把资源集中在一起 来这个救灾 这个当然是好的 但是呢别的方面不谈 另外呢 比如说这个在关于三峡工程 他也提到了说是 安排了一百万人就业 就是听起来 不是就业 就是鱼积到别的地方 听起来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成绩 但是呢 根本就没有讲到 这个这些人 到底愿不愿意去搬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这个三峡工程 对人文的影响有多大 对生态的影响 都是只字未提的 所以呢教育界人士 对这个也不满 那么民主界人士 当然也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 认为这个这样的这个交法呢 根本交不到 这个学生的真正的 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 整个是一个洗脑 李宝 那就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一本所谓的国情手册 就是爱国教育的宣传了 不过我们听到 连香港的教育局长 似乎也不为这本手册背书是吗 听起来是这样子 这样的也使人家非常非常的不解 为什么一个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 对政府推动的这样一个国民教育 似乎也不满 实际上有这么三个原因 我分析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原因呢 他是他刚刚上台 他是一个原来是个校长 那么学校的校长 他刚刚做了一个教育局的局长 然后他被人们认为 是一种有良知的教育局长 因为人家问他六四的情况的时候 他说六四我也有感觉 我跟香港民众 其他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也有感觉 然后他一个可能是认为 就是可能连政府 新的官员都认为 这个教材有点太离谱了 因为这个教材 毕竟是上一届政府 通过资助各种方式 然后叫一个国民教育中心 这样一个政府资助的机构 制定这样一个教材 但是不是他的 就是上届政府的 所以可能对上届政府 这方面也许有一点不满意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也提到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教材的内容 跟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民意是很明显 就是说认为这样的国民教育 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话反弹就很大 而且就是一直非常非常警惕 那么对于梁振英政府来讲 如果要跟这样的民意作对的话 可以没什么好下场 所以可能政府这么想的话 就是说如果做出稍微一点让步 或者是妥协 说是我要跟这个教材的编写者 或者出版者有一个沟通 或者是反映一下我们对这个教材 某些地方编得不好的 我们提一些意见 所以就给民众一种印象 可能是这样一种印象 就是说政府也是愿意做出一些妥协的 那么可能更加有利于推动国民教育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国民教育这个计划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北京是希望香港政府来推动这个计划的 因为北京认为这个回归这么多年 香港回归这么多年 但是人心没有会议 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国民教育这个方式 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 学校的教材 来使得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有更多的了解 他所谓的了解就是说 要对中国的这个进步 中国各种各样的发展 要有更深的了解 不要老是拿着那个不好的地方 那负面的地方来发声 好的 我非常感谢李宝 从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